用華環核心轉最款 和建民立在去年 合作副班第一次刺激 當時要穿50多的大尾產業 互動是相當的成功 今年特別割大到70多的大尾 在環球一般的商品跟李柱平衡 也包含各項義賣一句語 跟刮沙推廣 市員一項經驗特別出席記者會 邀請一名朋友做回來謝謝 其實這個事實在去年 就是你找自己一個人的仇敗 當時他一個一個攤商去找 他說就找了大概有50個攤商 可是今年是第二年 我們要更進步 所以今年就有70個左右的攤商 來在我們的市集 那我們也結合了義賣 所有的我們有新的產品 還有二手的一些產品來義賣 結合了這些攤商義賣 所有的錢我們也會捐給福利機構 在幾年才搭新的永華環核新鑽最款 在理事長江盛楷率領 今年跟市府環保局合作 幾月在公共區域電視環保美學作品 提倡環保生活和主委循環再利用 今年我們的攤位已經增加到70多個 市集的內容也更加的多樣化 值得一提的是 安平康家福田庇護工廠 和永華社區復健中心等機構 將一同參與 當天也會義賣並有的烘焙產品 所得也將全數捐贈給安平康家收容中心 讓大家的愛心能夠轉化為實際的幫助 我們成立商圈的初衷 是希望能夠帶動區域繁榮 今年我們也與環保局合作 推動在公共區域展示環保美學作品 倡導環保生活 以及資源循環再利用 讓環保的理念深入人心 這次安家福田庇護工廠 和英華社區復健中心 定專門照顧朋友機構 和作為參與 東港亞義賣的烘焙商品 全部所得 將全數關於安平康家收容中心 作為照顧經費 讓這項環保設計 加添了溫暖愛心 記者中修圍 蔡鳳伯德